欢迎您收听由飘剑为您播讲的《锤调猪天》943集 绝世话卷《诚》 试药三分毒,这是无法避免的 哪怕是炼丹师炼制出来的丹药 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了药毒 更别说北风这般 直接服用没有经过炼制的仙药了 此时药毒已经渗入到北风的五脏六腑之中 不可拔除 这些药毒轻变万化 腐蚀着北风的身躯 要不是北风的实力强大 压制着一部分药毒 估计此时北风的坟头草都有账率高了 二一个原因 则是北风几乎没有停顿 体内时时刻刻都在散发着庞大的药力 之前沉淀在体内的是药毒 而再次服用仙药则是大补 一边破坏一边压制 随着北风服用的仙药越多 哪怕是再服用仙药 也是快要压制不住了 大毒大补只是在一念之间 按照北风此时的身体状况来看 庞大的药毒已经渗透进入北风的方方面面了 很难去除 每一分每一秒 北风都在忍受着万毒攻心的痛苦 其中滋味不足外人道也 不是有机缘就能够走到北风如今的地步的 就算是北风的机缘基于其余的人 或许也达不到北风如今的高度 天才千千万 可真正成功登顶的天才又有几人呢 成功的永远是天才与最努力的那一个 唯有坚持才是成功的捷径 北风嘴角上扬 牵扯出了一抹笑容 而后毫不犹豫 直接把所有的药材一口吞下 轰 恐怖无比的药力 在北风体内爆发 冲击着北风全身 让北风浑身颤抖 之前仙药沉淀在北风体内的药力呢 是大毒 而此时 数百株仙药圣药下毒 就是大补 原本体内的大毒已经占据了上风 三株仙药服下 并不能够压制体内的大毒 而此时 却是数百株仙药圣药 爆发出来的药力 在这一刻直接压下了 在北风体内的大毒 恐怖的药力 在北风的体内蔓延 把北风体内的药毒 死死地压制在了一个角落 但这些药毒呢 还是顽强地生存着 甚至 当这一波药力爆发之后 来不及被北风吸收的药力 也会转化为大毒 到了那个时候 积蓄足够力量的药毒 就会如同开闸的洪水 瞬间摧毁北风的身体 北风此时周身的皮肤之下 一颗鼓鼓药力在流动 甚至药力浓郁地 在北风体内形成了结晶 北风浑身上下的经脉 都被这庞大的药力所封死 经脉之内庞大的药力 形成了晶体 直接堵塞了北风的体内 北风面对这样的异变呢 则是毫无察觉一样 整个身体呢 并没有出现被药力 撑得膨胀的现象 相反的 北风此时的精气神 前所未有的好 整个人面色红润 庞大的气息 自北风体内冲销而起 咔嚓 由千幻宗打造的修炼室 在这一年之中 被北风消耗得差不多了 此时被北风 庞大的气息一冲击 直接破碎 化为了碎玻璃般的小粒 回光返照嘛 北风感知到自身的状态 哑然失效 而后全力一搏 直接把自身达到极限的精气神 猛然注入到头顶上空的混沌之中 混沌之中 一颗神胎沉浮 此时 一股恐怖的精气神 猛然注入到神胎之中 在这一股精气神 注入到神胎之中以后 混沌空间如同静止下来 混沌器之中 一头旁然大物 正在神胎之中 蜷缩成了一团 石而化鱼 石而化鸟 这头生物化鱼的时候 有周天星辰 在其身旁沉浮 以宇宙星空为海 下一刻 这头生物化为鸟石 通体清灰色 羽毛如同神经 灿灿生灰 震翅之间 星河倒卷 翅膀撕裂星辰 扑通 扑通 一阵阵的心跳声音 自这头生物体内传出来 越来越强劲 越来越有力 一股凶煞无比 品尼天下的气息 缓缓自这头生物的体内散发出来 蒸 两道青金色的神芒 划破混沌器形成的蛋壳 撕裂了这一片混沌空间 一道滔天的胸威 夹杂着孤傲的鸣叫声响起 轰 粗壮如同山岭一般的混沌神雷 在这一颗暴动 直接落下 这一道鸣叫声开天辟地 犹如天地间的第一道声音 让人的脑海之中浮现出了诸多的感悟 咔嚓 蛋壳破碎 露出了一头青灰色的鲲棚 大鹏腹 景序中有言 卓河呼宇宙 平陵呼昆仑 一鼓一舞 烟蒙杀昏 五月为之震荡 百川为之崩崩 博鸿蒙山雷亭 斗爪而天洞 山摇而海青 足迎红泥 木耀日月 喷起则六合生云 撒毛则千里飞雪 快是三山 悲怀五湖 此时这头鲲棚也是如此 仅仅只是站在了原地 就能够感受到 这只俯瞰人间的朋友 就是自信 自傲 孤放独立 壮志凌云 好气惯日 当这头鲲棚 低声鸣叫之音响起时 战船之内 甚至还有旁边的城池之中的不少舞者 不管是在做什么 此时皆是震惊地 抬头看向了天空 天空一道道乌云 自虚空之中浮现 雷射游走 爆发出了惊天的威能 一道道纹路 充斥天地 恐怖的威压 笼罩着一方天地 可怕的威压 让地面上所有的植物纷纷折断 大地不断地下降 战船之上 城池的防御阵法被激活 爆发出了恐怖的威能 与天地之威对抗 因可见乌云之中 偶尔显露出了一抹 清灰色的色泽 发生了什么事情 难道是大妖魔 前来攻打我等了吗 一个弟子 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心中恐惧无比 上空的雷电 乃是赤金色 任何一道雷霆 自己都接不下来 别闹 对这个世界而言 我们就是最大的妖魔 谁敢来攻打我们 一个核心弟子 嘴角抽搐 直言不讳地说着 就算有大妖魔过来 也只不过是找死 一清天尾 看向战船顶部 那里五位天君伶俐 这要不是封地强者 谁来都是死 这是天结 什么人要杜绝了 大天君眼里非凡 此时难难自语 某天君也是自语着 这么恐怖的天结 哪怕是我当初 突破的人皇境界时 也不过如此吧 是哪位天皇要突破了 而战船底部 尘封了一年之久的大门 赫然打开 北风的身子 自其中冲了出来 要是平时 想去除我体内的药毒 怕是封地镜也办不到 可现在却不同 天都助我 北风此时有些虚弱 药毒开始吞噬方才 进步的先药剩药的残余药力 开始不断地变强 与之相反 北风则是越来越弱 可北风一对 牟子中 却是散发出了 强大的自信 与疯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